Smart的這個開發板呢 您打開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裝備拔下去 您可以再看一下 原則上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板子上 您如果有用Arduino其實都差不多 那麼它有多幾個元件 第一個它把三色LED燈 就直接把我們燒在上面了 就不用外接 另外一個右手邊還有一個光明電圖 還有一個光明電圖 還有呢 在下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所以大致上它就是多了這三個元件 其他就是板子上的 那它本身呢 本身在這個板子上面 一樣有提供兩種電源 一個是什麼 3.3伏特 一個是5伏特的 一個是5伏特的 只是接力 因為板子比較小 就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如果您有兩個以上的裝置 那就比較忙 沒辦法 就是要透過什麼 麵包板 我們剛剛講的裝置互動 來做完成 來完成 因為像我們一般Arduino板子製 上面就有三個 三個接地 所以你要接比較多裝置 相對比較容易 那另外呢 它有幾個 比如說像我們三色LED燈 所以有三個顏色 那它就有三個角位 三個角位是跟它共用的 所以如果說一般我們就比較少會直接用這幾個角位來做連線 因為你這樣跟它做連線的時候 那個燈也會亮 燈也會亮 所以大部分我們就是會用這幾個 那有毛毛蟲的 這個大家可能有稍微有印象 這個就是所謂的P導演類比的 類比的 那如果這種 只有數字的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數位的 就0跟1 訊號只有0跟1 就是0跟1 所以這個是 Webduno Smart這個板子 比較特殊的 這個地方 那您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先來 進到這個 它的官方網站給您看一下 您要進官方網站 也可以從我們這裡面進來 在任務裡面這裡也有 直接進到它官網 那Webduno這一塊呢 跟其它Arduino比起來 你會發現 它在什麼 它在這個 官方網站上的教學 相對是比較詳盡 相對比較詳盡 大部分 點這個進來 它的 教學文章真的還蠻多的 那 整個教學的文章的清晰度 你學起來其實也不會太難 也不會太難 所以 即使 您可能 透過自學的方式 也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 也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 這個是 您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讓它官方網站 稍微看一看 比如說 你點進去 它現在有新版本 新版本就是適合我們 就是RWD這種網頁的 所以您可以用 閱讀舊版本 也可以閱讀新版本 都可以 只是舊版本在美工上 會比較漂亮一點 好 那新版本 會要遷就於RWD 所以就 可能美工的這些元素 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 都一樣可以讓你很清楚看到 它整個 它比較用心 把這個教學都做得比較完整 好 比較完整一點 好 那麼 您有看過了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等一下 我把這個發下去 您把這個套件拿到之後呢 你會看到我上面都有標 這個 上面有兩個有沒有 一個是SSID 一個是DeviceID 那SSID呢 因為其實Smart 或者應該說Webduino系列都一樣 它每一個開發板 其實就等同一個IP分享器一樣 你要做設定的時候 是需要透過無線網路 連到它裡面去做設定 連到它裡面去做設定 那麼 所以呢 這個是它的無線網路的名稱 那下面這個DeviceID 才是真正我們到時候 用程式控制它的時候 它的名稱 所以下面這個是不會重複的 好 這個是不會重複的 那麼您打開這個套件呢 剛剛其實您有稍微看到 打開之後 我在這邊 我有把幾個原件有先拿起來了 好先拿 因為有幾個是比較容易掉出來的 我先拿起來 但是我們這邊有些放 Sciper有一燈 震動開關 風明器 好 那你打開下面這裡 就有 麵包板 穿波 LED點矩陣 還有 各一排的公公跟公母的那個 駐方線 所以它的套件 主要這個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那個 溫濕度 還有一個是溫濕度 我沒有放在這邊 沒有放在這邊 還有一個電阻 EK的電阻 所以主要大概是這幾個 但是呢這幾個 其實就可以玩蠻多東西了 就可以玩蠻多東西 那 您可以先把那個 對還有一條那個 這個 那個連接線 對不對 還有白色的連接線 其實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用什麼 用這個行動電源 插在電腦只是借電而已 所以沒有規定 反正它透過Wi-Fi嘛 對不對 所以你用行動電源也可以 這樣的話其實相對是比較方便 如果你要移動就比較OK 有沒有人要試看看 那你那個行動電源 我是建議 不要買那個容量太大的 因為容量太大的 用電 它沒有用很多會 一段時間它就自動關掉 它原沒有在 就是沒有需要充電的 它就自動關掉 所以我都買那種比較小的 好的比較小的 還有人要試看看 你就不用插在電腦上 所以您接上去之後 我們先看看好了 在這邊 在我們這個裡面 您在簡報的第24頁這邊 如果您接上電源之後 它的紅燈會開始閃 然後呢 它會開始連上 我們這邊的Wi-Fi設備 那麼 我們這邊哪裡有Wi-Fi 我有帶 我有帶一台 在這裡 在這邊 所以它會連上這一台 那 如果呢 你連上之後呢 它會先熄滅 然後亮綠燈 假設你 連上去 紅燈一直亮著 那就表示 它連不到Wi-Fi 就連不到Wi-Fi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我這邊 我這邊 實際連上去給您看一下 好 那我這邊呢 好 這樣開始亮紅燈 對不對 好 亮一下 它開始找Wi-Fi的訊號 如果有找到有沒有熄滅 亮一下綠燈 然後後面就熄滅了 就不會再亮 所以就表示你的OK 有沒有人是亮綠 紅燈一直亮著的 應該沒有吧 我再來的人應該是不會聽我話才對 哈哈哈哈 OK齁 那 表示各位都已經成功連上線了 好成功連上線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那如果以後 您需要自行設定的話 您就可以透過 像我們前面這台電腦也有無線網路 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個地方 它上面不是有兩個號碼嗎 在這個上面不是有兩個號碼嗎 對不對 如果您要找那個 你那台設備的無線網路 你也可以用手機找 好 就Wi-Fi打開 你會發現我們現場有很多 哈哈 可是每一台的就是 這個名稱會不一樣 好 我們都是很不一樣的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透過它連進去 那連進去要怎麼連進去 它 只要你連線之後 密碼都是1234678 就是那個基地台的名稱 密碼 基地台的名稱不一樣 跟密碼都是1234678 然後呢 你要進去設定 其實就跟你 當初買的IP分享器 回家之後要設定意思一樣 你就打這個網址 它都固定的 好 192.168.4.1 那麼 你就可以進到它的頁面 好像右下角這個頁面一樣 這樣看得到嗎 放大一點 好 這個頁面 所以您只要在 上面這個地方 輸入你 比如說辦公室或教室的 無線網路的 那個ID名稱跟密碼 下次它 插電的時候 就會透過這個資訊去找 就是那個場地裡面的 這台設備 所以只是我都已經設成 預設的 這樣您了解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您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說有需要設定的時候 可以相當去做一個設定 就這樣講一下 一定喔 我們公室 還有我們公室 那些人 還有我們公室 還有我們公室 這也是我們公室 就是我們公室